大家在讲那个公用设施不足 这个部分我想还有整块的规划现在变成缺成三块 我觉得要避免这个问题 是不是我们地下要做整体规划 难得有这么一块空间 是不是地下要做整体的规划 譬如说现在一直在强调那个核灾的问题 是不是核灾的空间在我们这整个基地的下方来做规划 这是第一个 还有刚刚讲公共设施不足 哪些不足啊 有没有消防啊 我们的消防车在哪里 所以是不是地下应该有规划消防车的规划 还有你那个交通的问题 我是非常怀疑 你讲那个公有出租住宅的那个小客车会比较少 那是老年人低收入人 这个以后是年轻人啊 年轻人买房子买不起啊 买个两三万的破车子还可以买得起 所以以后车子可能更多的 而且交通的问题 我是觉得干脆 那个地下是不是有一层来做地下的转运站 然后兼这个防灾的空间 核灾的空间 因为台北市假如说要做核灾核灾 到底哪边有在做 因为事实上是很难去找到一个这么大的空间 那这个时候在做成本非常的低 而且非常快 你说在哪边还要去把现有的去挖下去 那就很困难 那这个也可以避免 你这样的话就一定要帆平了 那以上谢谢 好那前面三楼里面有一位其实是看 好那边 感谢观看